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名将EV4版本的一个最高难度的高手表演 来对天使宝宝来对天使宝宝 他使用的是机器人 是使用这个娃娃啊 不是机器人是娃娃 娃娃的伤害高啊 走到了 这个boss很像试魂 里面的千两狂死狼啊 有没有玩过试魂的 拿着一个制刀啊 拿着一个制刀 一个剃刀啊 很像千两狂死狼感觉 好了 摆拳取消 再给打出无限连 很轻松啊 高手这里总是这么轻松啊 因为是一个改版所说这里版本的打兵出剑的频率啊数量都跟原版是不太一样了 今天他挑战是最速通关 我们看一下那种多物物 上来就被夹在了场地中央 娃娃的伤害率实际上高了好的 摆拳取消 墙地来到了研究所这里先跳出来一个怪物啊 左右摆拳 五打无限连 这里卡位置 这里卡位置卡的相当精准啊 就是这样 反复的几个循环之后就轻松摆平了一个小boss 博士 博士吹逃了 那么现在他要紧追博士 这是一个海上的追逐光卡 一路上会出现诸多忍者杂兵的干扰 走到下面这画面的最下方可以完美的回避到诸多杂兵干扰 看没有 这个位置刚刚好 杂兵打不到你 你还碰不到他 省去了很多的时间 顶一高手把这些打兵出的位置啊摸的一心二处背的一心二处 看到这里啊小伙伴们玩过这个碰的啊 在视频下方打个一啊打个一 限时40秒来追击boss老头 这里进入不舍 堵在画面的右下角一路狂垂好轻松啊 7秒钟KO掉了博士的 第五弯已经被KO掉了 就是摆拳无限摆拳 这里大兵数量更多出现了很多可以使用电击棍的兔里狼 而且会出现扔 火箭发射器的小大兵 继续先冲 打对方 这里卡住了对方的位置 大兵出现位置 一直垮在画面边 娃娃的伤害力还是超级的给力 后面有一个图有一个兔里狼 对方 对方 这是老四啊 对 一般咱们当年有的叫老三老四的 还有叫娃娃的 上学时候管他叫爆米花 大家当年是怎么称呼的 可以在市面下方 朋友们可以看到市面下方留言 当年你们是怎么称呼这个娃娃的 下来就是无限摆拳连 固定住对方 会员说出现了一堆小小兵喷火 但是没什么用 太强太快了 太快了 啊 嗯 好 看得舒服 接下来咱们来看这场对局 这是一个最速通关 最速通关的表演 贴士宝宝 卡位置是打这种2D横板通关 最关键的通关要点 要打boss了 好吧去车前行 那么现在面对的是一群50刀的小打兵 快速躲过去 现在因为是要打对策 所以说呢 不追求 打多少分 只追求最快的解决队要这些打兵 非常有意思啊 50刀都被打断了 还抱着个刀瓣在这往前冲 要打boss了 这个boss大家看有没有像好写实一组里面那个 那个马一样是吧 也是一个非常壮实的一个男子 而且是扎着一个头戴 有没有像好写实在里面啊 照旧上来就是固定住对方啊 无限摆拳 无限连 刚好卡在对方的垂直线这里啊 打到一个垂直这个坐标上 这样的话对方会被一直固定住 只要你掌握好这个节奏 十秒钟KO掉 那么现在来到了最终boss 来到了最终一关了 好了咱们现在看到这场 表演是来对天使宝宝宝 他现在用娃娃来表演最终通关 这应该也是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啊 国内最快通关的一个高手表演 每一个大兵出现的位置已经烂数于心了 好了败拳 赌注 这已经是最终关卡的 最终关卡的话 把兵出现的越来越多 数量越来越多 速度也得也快 这是一个改版的一个版本 原版是没有这么多东西的 但是这是一个改版的 最变态的改版的一个最高难度 就是男上加男了 走位非常关键 这里千万不要被地方包围 这里出现了 假冒的当年我们本来就是假冒的这个四兄弟 队长木乃伊娃娃 加上忍者 当年大家是怎么称呼这个四个人的朋友们 可以在视频下方说一下 这里要亲手解决假冒的四个小boss 现在天使宝宝 只能利用自己灵活的走位来躲避对方的追击 好了解决对方三个人了 还有一个 同样跟他一模一样的 baby 最终关卡 这是最终关卡了 今天挑战的是最速通关 到了Lux of Siege 最终关卡的话 敌人势必越来越多 攻击频率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疯狂 这里跟原版的话 那简直是差了几个等级难度 手机键键到 对面 出来着这里是画面是从下往上走 老游戏都是有各种对吧 横版动版的设定 现在是走到画面上方回身 打摆拳打无限 拿了好长时间了 抽机会刷点 感谢六总捧场支持 谢谢 那么现在咱们来看 往往面对的是一堆小大兵 往后面偷鞋 背靠墙壁啊 不把后背留给对手 好摆拳 那么现在本作的最终boss 魔改版的最终boss来了 当年大家玩这个游戏 用多少个币通关了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吧 当年你是用多少个币通关 这个游戏的 当然当年当年 机器厅里是没有这个魔改的 机器厅里都是原版 没有这么变态的改版 好了 摆拳无限 就是这么快 感觉boss还不如那个痛快啊 感谢他快 喜欢朋友可以点关注点赞支持一下